方向一个就是拼消费 另外一个要救失业 我们先来看拼消费 让大家希望能够多多鼓励大家撒钱 今天在台北就有养鸡协会所举办的 千碗鸡汤请大家免费喝的活动 而且这边的土鸡 国产土鸡一支能霸扣 比外面卖的大概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 鸡汤一碗接一碗 工作人员光是盛汤地汤就忙得不可开交 眼看不到五分钟 一大锅鸡汤就要送完 旁边的棕破塞赶紧加快速度 多鸡煮汤不能慢 那边忙着送 这边忙着煮 因为后面还有几百人搭着央闪 戴着帽子在大太阳下排队 等着领免费鸡汤 免费啊 经济不好啊 大家都可以顺便吃免费啊 这气这么热这样吃鸡汤 会不会觉得太苦了 不会啦 免费的东西不要咸 难道用免费鸡汤 可以喝即使再热 得边冒汗边吃鸡汤都没关系 但让婆婆妈妈疯狂的 还有这一支几乎只卖原价 三分之一价格的新鲜土鸡 一代两代三代拼命装手里已经提了好几支土鸡不说 脚边又跌了好几箱 原价一支四百到六百块的土鸡 现在只卖两百块 家庭主妇当然不放过赶早来排队 因为每只鸡只要省下两百到三百块 多买几支一个月的肉费 至少可以省下上千块 中间新闻 正人中五题 台北不老 一方面